好多游览车 好多游览车在这边等 是接团客的 过了这个地下道之后呢 就到余佐川了 这么多的团客 这边草莓 一万五 草莓大福 这多少? 一桶是三桶 一桶是三桶 三桶是九桶 一桶三桶 这一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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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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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就有很多 小吃了 买一点东西过去吃 谢谢 谢谢 余佐川这边呢 是人也是非常的多 这一条就是商店街 那这边的樱花很特别 它就是一团一团的 很漂亮 所以大家呢 都要在这边跟它合照 大川桥 超美的啦 超美的啦 为了要拍这里的景点呢 所以都得在这里排队哦 这边的樱花呢 可以说是爆开了 这三年来呢 今年第一次开放 所以 观光客和当地的人 都出来 人好多哟 哈哈哈哈 还有垂下来的 好好看哦 哦 太美了 忍不住要再录一下 这边有一点在飘飘了哦 有点雪花飘飘 在这边欣赏樱花 在这边欣赏樱花 吃个草莓大福 草莓牛奶 这个是在这里很著名的食物 虽然人来人往 但是呢 在这里感觉就是很享受 这边的樱花呢 是一团一团 就是密集的那种花 看起来就更茂密了 哦 整个可以遮蔽天空 这个行程也快要结束了 也更加明天一天呢 我们回去庆州 然后最后一天 就剩最后一天 可能就再逝去了 不能再跑远了 就要将要结束我十二天的行程 草莓 草莓牛奶 里面是有草莓 可是他没有给我吸管啊 我怎么喝 可是就直接这样子倒 就这样子喝咯 跟我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在这个樱花树下 享用香甜的草莓 这次来釜山呢 吃最多的就是草莓 至今呢 我已经买了四盆的草莓 正海这边的余佐川 每一条街都是樱花隧道 这季节期间呢 好像车子就是静止通行 所以让人家呢 可以在这里 很自在的拍照 于佐川呢 是一条由北而南 流向正海市区的小溪 原本两岸就种植了大批的樱花 近年来呢 经过整治 和新建木制的人行步道 在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 人潮就络绎不绝 于佐川长约两公里 樱花夹到溪水 是在正海非常有名的赏樱圣地 跟庆河火车站的樱花呢 相距不远 这两个赏樱景点呢 就非常适合排在同一天 这个球呢 到晚上就会有灯光 这边的樱花超密集的 赏樱花兼赏人潮 在这个釜山呢 今年会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 这次釜山呢 的行程就是这样子 它的 郊外景点 并不是很多 但樱花季节就是这几个地方 看看 就其实很足够了 看那一个是多少千 看那一个是多少千 米面粉 哦 哦 哦 可爱的 一个三千 哦 那这个呢 一个五千 这样就五千 哦 十个五千 啊 谢谢 大家请我吃 樱花季节很多小吃摊哦 你看看他们的小吃 哇 那个又有了 那个味道不好 烤的 炸的 他们这里最多了 好香哦 这一次也是烤猪啊 哦 有烤肋排耶 然后他们的 蔬菜煎饼 要做样品给人家看好 比较知道说 这是什么小吃 这里有很多帮人家画像的 但是都是属于那个Q版的画像 先画那两对夫妻 还蛮像的 Q版的 就在这种祭典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这种 各式各样的摊子 摆在这边 那种人可以赏花 然后又可以做自己喜欢 赏心悦目的事情 这有一对穿韩服的男女 好多团客都来游览车 你看到我们台湾的可乐旅游 你来参加赏音盛会哦 我现在呢是从余佐川要走到正海的长途巴士客运站 到那边大概20分钟 沿路又有花可以看 这个好雪白哦 在正海军港节的櫻花季期间 待会走到圆环那边 会有军人的表演活动 表演的那个节目是有时间的 不晓得我能不能遇得上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希望能够看到军人的一对表演 请持续关注我釜山的行程 欢迎订阅哦 拜拜